今天下午啊 武汉的温度比较冷 然后接近于零度了 甚至零下三度了 然后呢 在武汉街头啊 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 很多人买完之后啊 都说后悔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现在在武汉的街头 大家发现没有 这地方好像到处都在冒火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里也是火一团火啊 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这过年呢 越来越近了 武汉街边呢 出现了恒东呢 这边呢 是武汉的汉镇街 然后呢 也新开了一个美食的一个步行街 叫做汉镇万角 然后这里有汉堡 炸鸡 就是武汉江湖路步行街 那边很多美食啊 都已经有分店开到这里来了 在路边呢 出现了这样的很多的排队的现象 他们纷纷表示啊 后悔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天气真的是 太冷了 太冷了 然后到底为什么后悔了呢 难道是东西不好吃吗 给大家来细细道来吧 看看这边呢 很多人呢 排王队啊 就在这边端着面条啊 喝着粥啊 然后这边 这个好像应该是属于天然气啊 然后这边烤着 然后这里面呢 我不知道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然后这里喷的啊 非常非常暖和 你看这边队伍排的好长好长啊 我们过去看一看到底是卖什么的啊 这么多人在这里买啊 看一看 好像是 水塔 口碑 然后品牌店 这是卖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真的令我百事不得其解啊 这是一个卖烤鸡腿的 然后等我看看那个鸡腿啊 到底怎么样 买个买一个来吃一下啊 这个价格也没看到 应该在那前面 可以看到价格 然后看到没有 每一个这样的火堆啊 这个柱子这里啊 都围了好多人 好多人过来把手拿出来撑开呀 在这里暖和起来 大家呢 都把那个美容服啊 都穿起来了 武汉今年呢 要比晚年要冷一点 在武汉的朋友啊 有没有这样感同身受啊 看看没有 这边全是挂的鸡腿啊 两个烤箱 里面全是鸡腿 有这么好吃吗 为什么有些人排队之后后悔了呢 并不是因为他不好吃 而是说今天天气太冷太冷了 后悔了呀 在这里占的值多数啊 他说要是早点天气暖和过来吃就好了 因为很多的慕名而来呀 因为这个鸡腿确实很好吃 价格好像只要7块是6块钱吧 然后怎么两个还只要10块 平时去超市里面买个鸡腿 那种卤制的都要五六块七八块了 这个菜 现烤的 才6块钱 很便宜很便宜了 已经啊 看到没有 好多人过来啊 排队队伍 这里至少有二三十人排 但是出仓是有点慢的 这么多鸡腿啊 出仓也慢了 我不知道是故意造成这种效应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 只要是有排队的 真就是 就是过去啊 真相模仿啊 看看这边的店铺一样的 这是卖什么的呢 成都民小吃 也有人后悔了 他说排这么久的队 啊 吃个鸡腿啊 或者吃个这个东西也吃不饱 然后呢 排这么久 手都动得多数啊 手都不敢拿出来 看到没有 都在拼命的把这个衣服啊 搓手啊 然后这里很热 好 这买好了 这个应该是属于那个饼啊 你们吃过没有 看看这边还有卖什么的 这边呢 是卖各式各样的啊 呃 一些民小吃 很多啊 还有什么臭豆腐啊 手工杂串啊 然后这边呢 搭了很多棚子啊 就是为了防止下雨啊 也有人们可以休息的地方 可以做吃的地方 这个真的太好了 店铺能不大 不用提供室内的一个饮食 完全是把它商场的 美食城的模式啊 把它搬到户外来了 吸引了这么多人过来啊 烤火啊 这个烤火真的特别好啊 烤火才能去得住人 你要说很冷很冷 别人呆不住的话 别人也不愿意吃啊 看到没有 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有这样的火啊 这也是不少的成本的 这个我不知道是煤气逛站里面还是天然气 有懂的朋友吗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出来 好了 这就是武汉的所见所闻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你们来过这里吗 感觉怎么样啊